飞哥 你跟我一块去旧家那边收山楂吧 咱们这边山楂不是收完了吗 干嘛还要去聚在那边 哎呀你不知道 就是今年的山楂价格不是低吗 就有跟我说 就是他们之前去收山楂的那些小贩 今年都没有去收 觉得隔不住 完了好多村民的山楂都在家里面堆着呢 现在 这样啊 那咱们赶紧去看看呗 走上车 好 谁啊 这路上还有几只公里了 要不然换我开吧 没事飞哥 我车机还可以 我家这儿上学那会就烤了 行 那你要是累了 你跟我说一下啊 我来开 好 阿姨 喂 我听了就说 那那山楂到山楂没卖出去了 我就过来看看 要没卖的话 我就可能收了吧 好 可以啊 今天咱们 上过来 半天 一块十毛钱一斤 哦 那阿姨现在你们家还有多少山楂了 还有一千多斤 好一千多斤的 嗯 那要不然咱就给阿姨收了吧 就给阿姨算 按照一块五一斤吧 飞哥 嗯 今天咱承包山楂估计要赔钱了 加上阿姨这些 赔钱就赔钱吧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顺便面重点山楂也不容易 咱就先给他们收了再说吧 谢谢 阿姨 哎 那要不然这样吧 你那个山楂咱们就抬出去吧 撑一下 啊 好呀 哦 这些都是 啊 这些都是 哦 那袋子里也是 那边那个框里面也是 哦 这么多呢 啊 这 这里也 还有多少没手呢 还有千万斤的 都是山楂 这个没有天 这个都是破山楂 二十六 蹭跌是吧 对 就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三二十 二十三二十 你让他说 嗯 啊 对 对 一包是五十六 是一包 嗯 五百五十六斤 一块四一斤 四十一斤 一包是五十斤吗 是一包五百五 哦 在夹那 夹那点 三粒是六斤 百五十六没耍啊 楼了 怎么没呢 这有多少 说 这是多少 四斤 四斤 二百七 哈 小孩干嘛 来 来 来 啊 阿肥来了 哦 是啊 舅妈 那家不是过来 收山楂了吗 我就跟他一块过来了 中午跟这儿吃饭 嗯 不吃啊 安过来 然后收完山楂 还得归水了 然后得赶紧去吧 救他 我跟他下山了 行 那先到 坐吧就好 啊 怼了 好 慢点啊 我们走了啊 好 怎么来了 对不起啊 今年你在老家支持我创业 但是今年的山楂价格 估计我们真的要赔钱了 没事 创业嘛 很正常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赔了一平成都没有了 当时我爸给我拿了十几万去创业 结果全赔了 但是后来我爸还继续鼓励我继续创业的 没事的 咱们先把山楂送到九串麦了再说 好的 肥哥 哎呦 谁总来了 鸭来 来了 你好 这种 这种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兄弟啊 那个今天 家不是去他就在那边收山楂去了吗 啊 我就跟他一块去了 呦 再调侃我了 嗯 对了 这些山楂系到哪 你这样 你把车开到那边 卸货区 一会有人卸车 行 好 那个严啊 啊 你去把车开到那个卸货区吧 好 啊 行 你去吧 直总啊 我找你谈点事情吧 那那行啊 走 咱办个事了 行 嗯 许总 啥事你说 直总我问一下 咱们今年酒厂收购的山楂价格是多少 今年山楂价格是一块四一斤 这个呢 市场上特别透明 嗯 直总是这样 嗯 我听鸭鸭说 今年山楂的价格比较低 嗯 它在身上不是承包了一片山楂林吗 嗯 今年可能要亏钱 嗯 能不能这样 就是鸭鸭送过来那个山楂 你就按照两块钱一斤给收了 之后呢 你算一下一共有多少 完了之后呢 我再按照美金六毛钱给你补回来 哎 这样 呃 今年的山楂价价格 收购价格确实 比较低 大家呢 也都很不容易 呃 鸭鸭呢 也是个好女孩 嗯 大家兄弟以上 这样 呃 鸭鸭今年送过来的山楂呢 我就按照两块钱一斤收了 啊 中间插上的六毛呢 兄弟你也不用找补了 就当是哥哥提前给你随的份子进 到时候喝喜酒 也忘了叫我就行 那可太可行 直走了 哈哈 咱都是自己兄弟客气的 来喝茶 行 太好了 啊 孙蕾啊 只等说今年我们山楂他按两块钱一斤收 要是这样算的话 我们今年应该就不配钱了呀 是吗 啊 那太好了 不配钱就行 我说要请他吃饭 他说这次就不用了 说什么下次要让你请他喝喜酒就行 什么意思 还没听懂 哦 你猜 谁要结婚呢 到时候你也得叫上我 我也要去 行 到时候我一定带上你 那我们走了 行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